7-11我们很开心 我们可以和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还有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以及门诺基金会 我们一起携手合作 拍了一部纪录片 这叫做来得及说再见 会在9月11号正式上映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中 生命中有很多的朋友 往往中他们都让遗憾 变成他们生命中 遗影作痛的伤口 我们希望这件事 不要发生 所以我们也希望 借由这个有意义的纪录片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 我们可以去关心一下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需要帮助 或是需要爱的老人家 其实只要一点点的陪伴 就可以让这些遗憾不会发生 那当然在今天 我们也非常有意义 为了让大家更落实我们的理念 我们也特别举办了 音乐派对野餐 就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 都可以带着你的家人 或是家中的长者们 一起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同乐 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温馨 然后开心的周末时光 那当然在今天现场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 很多位很有爱心的艺人朋友 来到现场 那在这边呢 就也要一一来欢迎她们来到舞台上了 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艺人朋友们 欢迎陈梦诚 陈慧婷 吴万芳 以及温申 好角色欢迎 欢迎我们四位艺人朋友 有爱心的四位朋友来到现场 那我想首先呢 先请梦诚先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陈梦诚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 是 那我们先一位一位 好 来跟这个现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陈慧婷 嗨 来 温芳 哈啰 各位在场的媒体朋友 大家好 我是吴问芳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 是 新人也很有爱心有没有 好 来 生豪 哈啰 各位媒体大家好 我是温申豪 谢谢 希望你们能够 帮我们多报导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 是 因为刚刚温申豪提到一件这个重点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已经逐渐趋向 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社会了 在我们周围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年纪大的朋友 不管是我们的亲人都很需要多关心 多关爱 对不对 那今天来到现场有没有觉得心情很特别啊 我是很 我是又开心啦 就是开心的原因是因为 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机会 对不对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报告 在2018年也就是三年之后呢 台湾就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然后2025年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说现场的每一个人 只要你的身体都健康的话 你都会遇见这个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那这个问题要值得我们深思 尤其又少子化 是 生的又少 然后大家晚婚 所以越年轻的人 要负担越多老人的照护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有更多人去 关注这个问题 台湾的社会才会比较健康 是 而且我发现呢 真的科技越来越进步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遥远 我相信四位周边应该也有一些老人家 对不对 有一些长辈 平常有常跟他们互动吗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 我其实很 对这个活动很有 小感觉是不是 对 因为我的外公在前任的时候 是突然很突然的过失 那有来得及说再见 就是很遗憾 所以我就开始会比较把握 我现在跟父母相处的情况 是 谢谢孟辰跟我们做这么棒的分享 因为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让那个遗憾 变成我们这个 心里永远的那个痛 对不对 真的喔 把握手叫 好快哭了快 好 马上换下一位 来 慧婷是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因为其实真的 手机啦 科技越来越发达 有的时候真的喔 好像感觉很近 其实是很遥远的 对 有没有什么要 要呼应大家 跟你一起做的呢 呃 我是觉得 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年 自己生命有些体悟 就是觉得 我们应该在生活里面 就练习怎么样去爱 是 是把爱的眼光放在心里 就是你看到每一件事情 就会不同 那也许这个世界对你来说 还有你对这个世界来说 就都不会有 互相有后悔跟遗憾 是 好 那怎么样落实去爱 就是一个学问了 好 来 给你这个比较难的问题 我觉得我其实算很幸运的 因为我今年可能才二十出头 然后又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活动 反而会让我更加的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是 所以其实我每次六日都会回 我的阿嬷家 我阿嬷已经九十几岁了 哇 然后她身体还非常的好 所以她都会做一些柜啊 什么东西 所以比较古早的东西给我们吃 所以我其实很珍惜 跟阿嬷相处的时间 是 要常常回去探望她 对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 适时的陪伴对阿嬷来说 就是最好的礼物 那个阿嬷九十几岁了 提醒你一件事喔 阿嬷接下来过生日的时候 不要跟阿嬷说 祝你长命百岁喔 阿嬷会生气喔 好 开个小玩笑